看到江爷爷这36年来丰富的饲养员生活 我才明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功龄就只是单纯的一个数字 江爷爷曾在节目里说过 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农场主 在自己的农场里面骑马放羊 机缘巧合下当了饲养员 当然江爷爷没出名之前 人们对于动物饲养员这个工作 并没有特别的待见 江爷爷表示 当时自己年轻时负责打扫园区卫生 而这时有游客拿江爷爷给孩子做起了教导 对自己的孩子讲道 如果不好好学习 就会像这个打扫卫生的饲养员一样 当时江爷爷听了 心里落差很大 虽然有些伤心 但是江爷爷表示 对于照顾动物这个工作 自己是喜欢的 所以对于别人怎么说自己 自己都无所谓的 从给园区打扫卫生 到慢慢成为一名普通饲养员 而在当动物饲养员期间 江爷爷不仅照顾过大熊猫 动物园里的猴子 老虎 豹子等许多种动物 江爷爷都参与过照顾 除此之外 江爷爷都参与过照顾